美農地震第三天 罹難人數持續上升 志工被其物資 在殯儀館成立服務中心 隨時待命 有施工大家來24小時輪流 我們最主要是陪伴關懷 護衛 還有送上人的慰問信 還有慰問金 獻國 總統馬英九與即將上任的 總統蔡英文 也到現場向罹難者致意 關心家屬特別感謝 此季志工的付出 謝謝 各位師兄姊姊姊 謝謝喔 謝謝 非常感恩 因應維冠金龍大樓開挖 志工的陪伴也家族人力 除了殯儀館和齊美城大兩家醫院 重災區有緣帥府等三個點 共有六個點都有志工守候 動員了較多的人力 而且有許多比較資深 較有經驗的志工 來做陪伴和副位 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陪伴關懷 讓我們的受災者的家屬 能夠心能夠更安定 除了家屬的陪伴 志工姐在現場為往生者祝念 祈求往者臨安 生者幸安 大家請問潘映圈鄭瑞萍 許紅楠 台南報導